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6章7节 以及14章16到18节 请听我用潮语来读 一行词音16节对7节 将日我将证情告诉人们 我可是有人们无疑的 我只不可 不回事就不够人们这里来 我只可照顾他来 一行词音16节到18节 我又求别 别教令我使劫人们即为宝贵师 叫他永远而人们当多 照时整理的相令 乃细整不宁接小弟 应为不认识他 也不证实他 人们却证实他 应他想而人们当多 也要道人们里面 我不屁下人们为告知 我必教了问者你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长辈 大家平安 什么叫做基督徒 当你看见一个人 胸前带着十字架 你说他是基督徒 当你驾车的时候 看见前面那辆车上面 挂着十字架 你说这司机应该是基督徒 基督徒是因为挂十字架 就是基督徒吗 后来我们看见那些表演的歌星 明星 还有拓星也带着十字架 那他们是基督徒吗 什么叫做基督徒 基督徒是具有上帝 同在的人 而上帝与我们同在 并不是以外在的十字架 的装饰来代替的 乃是圣父圣子的灵 住在他里面的那种人 这种人我们才称他是基督徒 耶稣说 另一位要来的 那另一位在原文 是同本职的另一位 因为耶稣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 他要升天回到父那里 他就说了 我若不去保慧师不来 我去了以后 另一位保慧师就会来 而这另一位 就是跟他同样本职的另一位 如果耶稣是神 另一位就是神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那就是另一位 我们的信仰很清楚知道 圣父是神 耶稣是神 那圣灵也就是神 因为另一位 跟耶稣是同样本职的另一位 所以难怪耶稣会说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耶稣升天气了 他怎么来 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他与我们同在 就是耶稣与我们同在 因为这是另一位 跟耶稣一样的另一位 就是圣灵了 圣灵住在一个信他的人 是永远远远不离开的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他就一直住在里面 你说牧师我跌倒了 我犯罪了 我暖弱了 圣灵会不会离开我 不会的 因为圣灵说 我永远住在你们里面 耶稣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宝贵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这里很清楚的 是永远 不是暂时的 保罗也曾经说过 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你写了一封信 你就盖你的印章 或者你一个很重要的公文 上面一定有公司的印章 或者是某一个社团的印章 这是一个正式的文件 是属于这个公司发出来的文件 是这个社团发出来的文件 是政府发给你的文件 是政府发给你的文件 是不能更改的 因为已经印上了记 因为已经有印记了 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印了一个记 这个印记不能摸掉的 是永永远远的 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是永远不离开的 它跟就业不一样 在就业里头 有一些的领袖 或者一些特殊的人物 上帝要给他特殊的恩赐 给他特别的能力 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比如说耶稣 摩西 还有七十位长老 耶稣 河河河 河河 河河 基电 耶父他 参孙 这些人都有圣灵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就大有能力 他们就大有恩赐 他们能够雕刻 他们能够制造 那个圣母 因为圣灵给他们 特别的能力和恩赐 可是这些人 当他们完成使命之后 圣灵就离开他们 圣灵不在他身上 当参孙不听上帝的话 上帝的灵离开参孙 后来他求上帝的灵 再领导他 圣灵充满他 他就完成了使命 以后圣灵又离开了他 圣灵在旧约有特殊的使命 是暂时的灵在某一些的人 可是今天 我们先夜信了耶稣 我们重生了 是圣灵重生了我们 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说 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 你得救了 你就永远得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圣灵没有离开你 保罗说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就不是属基督的 我是属基督的 因为圣灵住在我里面 因为圣灵印记在我里面 我是属他的 而他不离开我 我就永远是一个得救的人 感谢上帝 我虽然有暖弱 圣灵不离开我 我虽然有失败 圣灵人就住在我里面 他接纳我 他与我同在 这是极大的恩典 这是新业美好的福音 圣灵住在你里面 如果没有 你还没有得救 你信主了 你得救了 意思说圣灵住在你里面 什么时候圣灵住在你里面 就是你祷告求上帝赦罪 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 圣灵就住在你门里面 你们因信而领受了圣灵 圣灵内住就使你成为得救的人 而这位圣灵 住在信徒生命里面的目的是什么 圣灵原文把它翻译成保慧师 这个保慧师 怎么样解释呢 保慧师就是保护我们的 守护我们的 安慰我们的 帮助我们的 为我们辩护的那一位 像个律师 我有冤期 他在法题上替我身边 除去我的冤情 保慧师就是这样的工作 当魔鬼攻击我们的时候 控诉我们的时候 他就安慰我们 他就为着我们辩护 这个人是恕我的 上帝已经赦免他了 魔鬼你不能控告他 这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伤心的时候 他就安慰我们 让人看见了希望 而不走向绝望 圣灵给我们看见了 当我们无助的时候 他就加力量给我们 使我们勇敢地去面对 有时候我们失败了 我们灰心了 我们一到打击的时候 我们甚至要退后 我们甚至要放弃 圣灵就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勇敢地去面对它 这是圣灵的工作 使我们不再灰心 因为失败的人 不是一直活在失败中 失败的人 不是一直活在内疚里 是活在耶稣基督的赦免里 重新再起来 因为圣灵无条件地接纳 耶稣无条件地爱 他继续住在我里面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 一直回顾过去 一直让失败成为我的阴影 耶稣说我都忘记了 你还一直记得干嘛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是在基督里 完全被接纳的人 我们的主意 完全被赦免的人 这是恩典 所以今天我们要感恩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领受祂的祝福 当魔鬼攻击我的时候 祂为我便宜 保护我走过死因的忧故 当我迷惑的时候 祂引导我明白真道 我有时候真的很模糊 前面的日子到底如何 我完全看不到亮光 神的灵就感动我 紧紧抓住上帝的应息 紧紧地跟随祂 而不放弃 我两个多星期前 我到马来西亚 我跟一个弟兄见面 他也是一位长老 就谈起他生病的过程 他如何经历圣灵的工作 医生告诉他 一定要抽你的骨髓来验 因为一直找不到你发烧的原因 然后检查了 就跟他说你要预备心 意思说不是太好的消息 那么他太太一直照顾他 他身体非常软弱 一直咳嗽 睡不好 吃不下 整个人消瘦了 而就在他进入了医院 推去手术房 他太太病倒了 他太太也进了医院 他非常难过 他就跟上帝说 为什么 一而再再而生 就在他非常沉重的时候 他说我整个头都下垂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接下来可能就是癌症 我怎么办 就在那一个时刻 他深深感受圣灵充满他 他说牧师 你看我跟你谈起来 我的毛孔都树染起来 因为那一天圣灵充满我 有圣灵对我说 你虽然经过死因的忧告 也不怕遭害 因为我与你同在 即便是癌症 我也会医治你 他听到的时候 他心中有一种平安 是一种没有办法解释的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经历过吗 我曾经经历过这种平安 这种平安是很难形容的平安 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接下来 骨髓的检查 医生宣布我患了血癌 我很镇定 我完全没有害怕 我微笑地问医生 接下来要怎么处理 医生告诉他 你要化疗 这整个过程 不过他心中很平安 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他说牧师 我最近的检查 医生说 我完全没有癌细胞 神医治了我 感谢主 这就是神的工作 上帝是真的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他保护我们 特别需要的时候 他安慰我们 他激励我们 这就是我们所信的 所以今天你和我 必须要紧紧的联谊圣灵 不要让他担忧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他是我们建立关系的建造者 奥古斯丁 这位神学家 用关系的角度 来了解三亿的上帝 我们所信的神 不是三个神 是圣父 圣子 圣灵 圣灵 圣子 圣父 有不同的位格 不过不是三个神 只有一个神 不过这三个位格 他们彼此是联合在一起 圣父 是一个爱者 lover 他爱圣子 圣子爱圣父 圣子是被圣父所爱的 圣灵就用爱 连接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圣灵呢 就是由圣父和圣子出来的 他又把圣父和圣子之间的爱 连接起来 使三位一体 完全没有对立 完全和谐的合一 这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 也是圣徒与圣父圣子建立关系 我可以认识圣父 是借着圣灵 我可以认识圣子 是透过圣灵 如果不是圣灵光照 我不认识耶稣为我定死的家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 我不会认识圣父是我的创造者 他是我的天父 他是我的救赎主 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圣灵就感动我 跟圣父圣子建立关系 同样的 圣灵也建立我跟圣徒之间的关系 我爱我的弟兄姐妹 我的弟兄姐妹爱我 我们在基督里彼此合一 无论是男的女的 无论是老的少的 无论是希腊人或外人 为主的为奴的 超越文化 超越种族 超越传统 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所以菲利比是说 您要竭力追求 要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圣灵是我们合一 你跟我什么关系 我跟你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听见你生病 我难过 为什么你有需要 我会为你祷告 为什么我有困难 你会帮助我 我们什么关系 是圣灵使我们 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成为一家人 这是很奇妙的工作来的 这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持守这种关系 不可以破坏这个关系 魔鬼就是魔鬼 魔鬼就是魔鬼 不要去爱魔鬼 让魔鬼爱魔鬼 弟兄就是弟兄 要爱弟兄 要恨魔鬼 要爱弟兄 不要把魔鬼当作弟兄 不要把弟兄当作魔鬼 魔鬼就是魔鬼 弟兄就是弟兄 所以要分得清楚 因为圣灵很清楚 让我们知道 我们之间合一的关系 完全是圣灵赐下给我们的 我们统领一个 一个从天上来的福音 我们统领同一个 从天父而来的生命 我们统领一个永恒的天家 我们领受天上的基业 我们一同跑天路 所以我们将来都是天上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 合而为一 我们一定要敬畏上帝 圣灵就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当我们借着圣灵 感动的时候 我可以到父的面前 我就跟他相交 相交久了 我就会体会上帝的心肠 比如说黄牧师 我跟他在教会里头做同事 久而久之 我知道他的性格 我了解他的脾气 久而久之 我看他的眼神 我就知道他是生气还是开心 在久而久之 我看见他 我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你知道 那种关系你要建立吗 你久了才会知道 有一些人看不出 人家明明生气 他还以为他很快乐 人家很忧伤 他还在唱歌 因他完全不了解对方 我们要了解对方 那我们就需要建立关系 关系怎么建立呢 我需要时间 我需要跟他相处 我怎么会理解上帝的心肠呢 我跟他相交 在甜蜜的关系中间 我就了解耶稣基督的心肠 像保罗所说的 我认识耶稣基督的心肠 我知道他想什么 他要我做什么 所以保罗一生走在主的道上 我在这种邻交的甜蜜的关系中间 我就会轻看世界的 这些的荣华富贵 我就不会去恋慕它 我非得得到这个世界不可 我非得赚到这笔钱不可 我非得买这种房子不可 我们就会放下 当你一放下 你心就安了 很多东西就是放不下 所以使自己一直紧张 一直活在痛苦挣扎里面 当我放下 我为什么能放下 因为我知道 我知道与基督同行 比与世界同行更可贵 因为我经历上帝的爱 比世界还更可爱 我就可以放下 这是真实的 所以奥古斯丁在《传回路》里面 如此描述他的经验 奥古斯丁在《传回路》里面 奥古斯丁以前爱慕世界 非常晃荡 他说 恋慕虚假幸福的念头 忽然烟消迎散 我正乐也涌涌 从前我怕撕掉的他们 现在我却乐意 跟他们一刀两断 真是感恩 有一天 奥古斯丁走在路上 有一个女人出现了 就叫她 她不回应 再叫她 她也没有回应 那女人跑到她跟前 奥古斯丁 你不认识我吗 原来这个女人 是以前跟她睡过觉的妓女 奥古斯丁回答她说 以前的奥古斯丁已经死掉了 现在的奥古斯丁已经死了 现在活着的是新的 以世界一刀两断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 当你在圣灵里面 去经历上帝的爱 你就放下世界的可爱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谈大公信仰 我们谈基督教的信仰 不仅是合理的 不仅是客观的 是可以经历的 这不能将这个信仰 净固在理论的框框里面 只是在头脑上知道它 不是的 乃是我可以经验它 它的真实性 也是因为它是可以被经历的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可以经历上帝 我可以经历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 救恩的大恩典 是圣灵帮助我 所以我今天要跟圣灵说 圣灵啊 住在我里头的灵 我要不断地经历上帝 让我好好地敬畏你 让我好好地敬畏你 让我的人生越来越精彩 让你的人生越来越精彩 信仰 不是嘴巴说的 不是头脑想通的 是我的心经历的 是我的心经历的 它是活的神 它是我的神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是真的 你经历了他吗 慢慢地向他祷告 跟圣灵说 圣灵帮助我 以圣父圣子 能建立美好的关系 圣灵啊 帮助我 建立与人美好的关系 在家中有美好的见证 圣灵啊 帮助我 与弟兄姐妹有好的关系 在教会能够和谐相处 圣灵啊 帮助我 建立我和我自己的关系 让我建立自己 让我能够建立自己 接纳自己 不要再责备自己 不要再控诉自己 因为耶稣已经建纳我们 让我们建纳自己 过得安心 过得开心 每一个人默默祈祷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的爱 把圣灵赐下给我们 住在我们暖弱人的生命里面 你的爱 无法输尽 无法输尽 无法测渡 我们感恩 恳求圣灵 帮助我们 能够和你建立 永恒美好的关系 让我们把这个关系 也活践在教会 家庭 生活 里头 也让我自己 过得快乐 安心 给我心中的良心 能够清新 主啊 因为你爱我 你接纳我 你已经赦免我 我也要原谅我自己 你垂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愿上帝赐福我们